凌晨赶攻印制苹果日报 这过去26年来的印刷厂日常可能即将划下终点 在苹果创办人林志胤以及五位报社高层被捕后 和苹果相关的三间公司资产也被香港保安局冻结 金流被斩断 苹果日报可能本周内就得面临停坎命运 苹果日报报道 一传媒董事会星期五将会开会 决定是否停止苹果日报运作 苹果日报内部信指出 21号紧急召开董事会决议向保安局申请解冻资产 25号就是deadline 如果到时候资金没有解冻 苹果日报纸版26号初刊后即停刊 网络版则是在25号晚间11点59分后停止更新 并且指出如果员工想离职 不需要等通知即可生效 但是希望能在21号下午5点前做决定 管理阶层还是呼吁希望员工封光做到最后 我想在苹果日报工作的人 这份压力给我们恐惧 我想一千倍一万倍 一想在这里我起来我好心痛 怎么都要支持一下 其实我平时都会有比月费那些 但是这些行动我都觉得一定要继续数 有民众讲到哽咽 上班族菜兰族都不忘在爆摊前停留买份报纸 自从上周苹果五位高层被逮捕 总部被搜索后 许多香港人用买报纸称港瓶 一度还得加印50万份 只不过港府铁腕断金流 让黎智英特助坦言 确实撑不下去 接受CN专访谈被北京打压的困境 苹果日报这次的难关 恐怕真的也是香港媒体末日到来 香港保安局指控苹果日报 刊出了至少30篇文章勾结外国势力 却没有明确指出是哪些文章 面对媒体的质疑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 还对台下大批记者说叫 要他们切割苹果 对于将苹果日报赶尽杀绝 果入委会则表明 遗憾打压新闻自由 我们比较遗憾的 看到了这个北京 对于香港不断在所谓的民主选举上面 甚至在所谓的言论跟新闻的自由上面 都不断的在紧缩 释放所有政治法 现在仍有民众为香港苹果高层发声抗议 不过在近年的反送中 香港国安法打压之下 越来越多香港人早已心死决定远走他乡 像赖小姐一家人就要举家迁往苏格兰 英国政府推估未来五年可能会有25万到32万香港人移居 香港已经不再是能让各种声音畅所欲言的自由城市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请订阅 突然费 mi salmon